因为有一些空间呢 它是会有冬皂西晒的问题 那冬皂西晒晒进来是真的很热 你如果只是单纯的提花布的话 它只有一层的那种 真的晒进来会非常的热 那你用浅色的遮光布 它可以得到达到遮光的效果 然后又可以让光线可以进来 满足你室内活动的需求 好,这个是深色提花布 那你不想要用到浅色的遮光布也没有关系 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深色提花布 那三明治浅色跟深色提花布 就是有两种样式 就是你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然后让你去做挑选 来符合你们家的需求 好,这个是房间 我们房间通常会用到遮光布 是因为要睡觉 然后有的人很早起来 很早起来真的是被太阳光晒型的 那它需要用到遮光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有客人会说 可是我喜欢太阳光进来啊 可是百分之八十以上 九十以上的人挑了提花布之后都会后悔 因为真的太亮了 所以呢不管你的 你喜不喜欢阳光进来 建议还是用遮光布来做房间会比较恰当 那深浅的光线我可以帮你做调整 那这是另外一个选择是遮光的调光帘 好,这是一个作品的实力 这是三尊佛像 好,这个客人呢 他原本是这位公主 他原本呢想要找跟佛像一模一样的金黄色的布料 去做后面的布幕 他这很特别 他这三尊佛像是放在户外的 对,那时候我们在讨论之后 我就建议他说 因为你三尊佛像是金黄色的 所以你如果挑跟他一样的 就是会全部都在一起了 就看不到,看不清楚佛像跟后面的布幕的区分 所以我帮他挑了另外一个金黄色的布来做区分 这样就可以很明显的称多出前面佛像的金身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挑的布是亮面的 我们不是挑雾面的 为什么,因为他在户外 所以呢 亮面的话他可以比较好整理 然后再来他上面跟下面 这上面跟底下 我就帮他做轨道 所以他在户外有风的时候也不会飘来飘去 那这边这个是一个 那个不优管的资商室 因为那边资商的大部分都是小孩跟妇女 那属于比较年轻一点的族群 所以我帮他在这里做跳色的搭配 因为他的室内是贴紫色小花的地质 他原本是做直立脸 可是因为他那里膝塞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就帮他做个调整 那装完之后的客人非常满意